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防部却挪用近10亿美元防疫资金 塞满防务承包商的腰包引重度 何总统普京23号再提先锋导弹系统 并将其承受超高温的能力 比作S基末雪糕 高超声速导弹真的像冰棍一样 会边飞边融化吗 隐蔽突防远程投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密集演训 锤炼实战技能 一艘俄罗斯护卫舰与一艘瑞士民用船只 在鄂勒海峡相撞 军舰船头破洞 货船丝毫伪伤 军舰撞货船为何受伤的总是军舰 看到23号美国媒体报道说 白宫曾经拨款10亿美元 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然而这笔钱原本是用作生产口罩 以及棉签这些防疫物资 却被美国国防部挪作他用了 分发给了承包商 华盛顿邮报22号爆料 今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 拨给国防部的10亿美元抗疫援助款 然而几周后 美国国防部私自重新规划了 这笔资金的用途 且大部分都用于与疫情应对无关的项目 按照五角大楼6月提交国会的方案 总计6.88亿美元拨款投入军工行业 其中1.83亿美元给了罗尔斯·罗伊斯 和安塞·勒米塔尔等企业 以支持造船业 8000万美元给了堪萨斯州 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商 以弥补波音737 MAX客机停飞等损失 7500万美元给了通用电器航空集团 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机发动机供应商 被挪用款项中近三分之一 拨给较小型企业 每笔不足500万美元 比如制造陆军军装面料的美国毛汁公司 分得20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说 国防部更改抗疫援助款用途 是为了弥补美国军事供应链的不足 此外 在已知受惠于美国国防部 抗疫款项的大约30家企业中 至少10家同时因冠状病毒援助 救济与经济安全法 另以援助项目薪资保护计划获益 例如德国奥托福克斯公司 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公司 维博金属 4月经由薪资保护计划 两次获救助 分别为5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 6月又获国防部拨款 2500万美元 加州Model AI公司生产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和计算平台 获国防部资助300万美元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已明确表示 五角大楼的决定违背了抗疫援助款 刺激个人防护设备制造的意图 还有批评人士指出 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和多个行业急需政府书写 国防部却挥霍指明专款专用的抗疫资金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上周国会作证时指出 各州政府急待60亿美元资金到位 以便明年初向美国民众分发新冠疫苗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还表示 口罩依然是最有效的防护手段 不过目前不少美国医院N95口罩仍然紧缺 而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抗疫资金去解决的问题 美国2019财年的房屋预算已然高达6,860亿美元 五角大楼却仍向国会索要110亿美元的新一轮抗疫援助 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 军工行业似乎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大 洛克希德·马丁 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 格鲁曼等大型防务承包商 疫情期间的财务状况依然良好 仍有能力持续给股东分红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持续恶化的疫情 截至北京时间9月24号14点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693万4千人 死亡病例逼近20万2千人 不少美国网友对《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抗疫资金 被挪用事件感到愤怒 有网友评论 美军难道打算用防弹背心和飞机引擎零件抗击病毒 我觉得这次是国防部呢 他认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财量权 他们认为疫情可能会对承包商的资金链会断裂 所以说他们拿这个钱去补给军火商了 当然这是一个表面现象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五角大楼跟这个军火商之间是有旋转门的 特朗普上任以来 一共有三位国防部长 其中有一位是代理 他们都是军火商出身 所以他们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那承包商打个招呼 说我们很困难 他们就把这笔钱就拨给那些承包商了 那么当然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但是呢实际上很多反对的这个人士已经说了 说F35也不能去打败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现在是更着急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是主要是病毒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美国国防部呢做这件事情 跟国防部政府官员和承包商之间的利益诉讼 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随着秋季来临 美国已有22周的疫情出现明显抬头趋势 《华盛顿邮报》分析最新的发病曲线认为 过去一周 美国平均每天报告41812例新增病例 比两周前增加7% 目前疫情热点地区转向威斯康星州 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等中部地区 新冠病毒正在农村社区和大学城广泛传播 而随着复学剂和流感剂来临 美国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另一方面自2月初第一例死亡病例以来 平均每天有873名美国人死于该病毒 全球最多 面对糟糕的抗疫成绩单 美方还在甩锅中国 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 美国领导人罔顾基本事实 对中国攻击抹黑 美国反复就疫情问题 对中国进行不断指责 目的是企图把本国应对疫情不利的责任 甩锅他人 这完全是徒劳的 中国美国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皮尤研究中心9月中旬 在美国最重要的13个盟国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民众 对美国的好感度已经降至该中心开始 这项调查20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学者菲欧纳希尔对此看得更清楚 他22号接受采访时指出 美国如今的堕落和撕裂 完全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希尔2017年曾加入特朗普政府 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俄罗斯和欧洲事务 希尔还表示 美国现在已经不是榜样 全世界越来越把美国当作同情的对象 那今年呢是俄罗斯核工业成立75周年 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会见了俄罗斯核工业领域的 优秀人才和代表 那么期间他再次提到了 先锋高超声速导弹 同时还为导弹的新材料点赞 9月28号是俄罗斯核工业工作者日 23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接见了核工业的最优秀代表 俄罗斯联邦核中心领导者 格尔吉·雷科瓦诺夫 获得了劳动英雄称号 俄媒称 俄罗斯核工业工作者 正在研究的关键领域 也包括新材料 在当天的会议上 普京点赞了先锋高超声速导弹的制作材料 他将先锋导弹系统 承受超高温的能力 比作艾斯基膜雪糕 也就是先锋导弹 在飞行中能承受2000摄氏度的高温 普京说的这个冰锅效应一样 就一边飞一边融化的话 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 相当于蛋头外壳 外壳上有一定的厚度 当这个遇到高温的时候 它可能会外层会有一些融化 但是壳体 整个的壳体的形状 还会保持一个正常的气动外形 这也是俄总统普京9月以来 第二次在公开场合 称赞先锋导弹系统 19号普京签署法令 授予俄罗斯先锋高超声速导弹总设计师 格伯特叶夫列莫夫圣安德列勋章 圣安德列勋章是俄罗斯联邦 最高等级的勋章 通常备授予对国家繁荣 昌盛和荣誉 做出过非凡功绩的人物 先锋是一种新型战略武器 可携带能以27倍声速移动 实现垂直和水平机动的高超声速弹头 俄军事专家称 先锋领先时代15至20年 它可以在数分钟内到达地球任何地方 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拦截 这为俄罗斯提供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19号当天 普京在与叶夫列莫夫举行视频会议时说 先锋高超声速导弹意义重大 堪比苏联时期第一枚核弹的成功研制 先锋导弹系统已经于2018年12月 完成最终试射 2019年12月 装备先锋的第一个团进入了战斗直勤 8月6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今年战略火箭军四个导弹团 将改装先锋和亚尔斯导弹系统 先锋导弹 它前面新加的高超声速的这一节弹头 或者最后一集 它本身已经在材料上 包括技术可高性上已经过关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部署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 等于说多增加了一种打击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带核弹头的高超声速打击 应该来说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基本就很难拦住 这样的话就使得 俄罗斯在与美国进行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 序约问题上 手里多了一张牌 在核工业领域 破冰船的建造水平也是一大指标 近年来 俄罗斯破冰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俄媒称 正是核能领域的领先 确保了俄罗斯在北极的领导地位 22号 俄罗斯首艘22220型 北极号多功能核动力破冰船 从圣彼得堡出发 前往北极地区进行冰上试验 北极号船身长173.3米 宽34米 排水量3.35万吨 能冲破最后3米的冰层 定于今年11月5号投入使用 俄媒称北极号为22220型破冰船的首船 目前还有4艘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 与此同时 全世界最强大的核动力破冰船 领袖级10510型俄罗斯号即将开始铺设龙骨 该型破冰船功率为120兆瓦 长209米 宽47.7米 这一指标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破冰船 俄罗斯号的排水量达到了6.97万吨 甚至超过了俄罗斯现役的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在23号与核工业工作者的会议上 普京对领袖级破冰船的破冰能力 产生了浓厚兴趣 俄罗斯卫星网称 俄罗斯号的建造成本约为1270亿卢布 约合16亿美元 计划于2027年投入使用 俄罗斯总共计划建造三艘领袖级核动力破冰船 从战时应变补起协同 到隐蔽突防远程投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密集演训 锤炼实战技能 上级通报南方飞机 可能对我编队进行袭击 上级对我编队做好防空分岛准备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 多艘驱逐舰护卫舰组成编队 组织了一场紧贴实战背景下 连续72小时的舰艇指挥员全训合格考核 接到敌情通报 海口舰 昆明舰和惠州舰迅速前出 占领主炮射击阵位将目标锁定 一组射击后射击指挥员迅速根据观测部位 上报弹头偏差 及时下达修正指令 对目标实施连续打击 民众 在指导组临机下达命令 处置不明空中目标来袭之后 又发现在某海区有步伐商船活动 命令各舰艇迅速前出 临检拿捕 此次全训考核设置导条情节近百项 组织潜艇 直升机 关通部队等多种兵力加入战斗 检验舰指挥员的应变能力 我们前面考察舰舰指挥员来作战筹划 战事运用 定机处置 等综合指挥技能 以考核牵引训练 让考核倒逼能力形成 促死实斩奥训练不但深化 实战中打仗就是打后勤 后勤补给是作战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南海 某勤勿船大队 组织舰艇编队赴某海域 展开多课目 大强度 全要素的海上训练 训练持续五昼夜 先后完成了编队综合防御 编队救援受损舰艇 编队海上联合搜救 夜间支援塌船 损害管制等多个科目 检验了同时调放多艘小艇 快速运送人员物资 综合补给舰应急多项补给等训练成果 此次训练科目是两横一纵补给 对指挥操纵要求极高 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就会影响舰艇安全 官兵们紧张有序 密切协同 发射银缆 带缆 架设距离锁 架起海上生命线 事实上除了战时应变 补给协同之外 隐蔽突防 远程投送 也是军队必备的作战能力之一 午夜时分 华中某军用机场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展开空中联合演练 机务官兵对飞机各部件 及线路进行检查 机组成员对投放装置再次确认后 满载空降兵的运酒机群陆续起飞 在空中集结编队 飞赴数千里外预定区域 后半夜多机编队飞行 不易观察相邻飞机和天气变化 人员精力也不容易集中 危险系数极大 陈金兰是空军运酒飞机的 守卫女机长 她与战友密切协同 历经近四个小时的飞行 米秒不差进入指定空域 随着舱内指示灯亮起 空降兵采取双路离机方式进行空降 最终全部精准降落在指定区域 我们综合距离天气等因素 推算出具体的起飞时刻 并在飞行过程中精确控制每个转弯点的时间 确保在规定的时间抵达空路场上空 这次任务中飞行人员对夜间编队 隐蔽投送编队空降等多个复杂课目展开训练 锤炼部队全天候隐蔽突防和精准投送能力 针对有媒体报道说 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近期同时在海上 重点锤炼执行双航母作战任务的能力 24号中国国防部新发言人 谭克菲大校就此作出回应 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 已分别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 上述活动的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和部队训练水平 提升旅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台海23号一艘俄小型反潜舰 与一艘民用船只相撞 和军舰被撞破一个洞 而民用船只则无大碍 为何军舰撞船事故当中 吃亏的总式军舰呢 据俄媒报道 当地时间9月23号早上 俄喀山人号小型反潜舰 与一艘名为冰玫瑰号民用船只 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 鄂勒海峡相撞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路透社援引丹麦国防部门的话说 冰玫瑰号是冷藏集装箱船 归属瑞士公司 事发时该轮正在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驶往瑞典戈德堡 冰玫瑰号并无大碍 正在接受试航性检查 而喀山人号却在吃水线上方 被撞破一个洞 需返回驻地修理 24号 俄波罗的海舰队发布的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出示地点有误 俄罗斯军舰又没有使用 自动识别系统 导致了相撞事故发生 近年来 随着全球各种船只的急剧增加 航道变得拥挤 军舰撞船的事故不断发生 2017年6月17号 在日本伊豆半岛海域 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与菲律宾商船相撞 七名水兵遇难 舰长所在的船舱也严重受损 险些丧生 整艘船的右衔侧面 上层建筑 水线以下的舱室 电子仪器 与雷达系统等都需要维修 维修费用高达5亿美元 仅仅两个月后 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与一艘满载燃油的商船 在新加坡东部海域相撞 事故造成麦凯恩号 左衔损毁 10名舰员失踪 5人受伤 2018年11月8号 挪威海尔格英斯塔号护卫舰 与一艘游轮相撞 导致船体裂开进水 失控飘向海岸 护卫舰上7人受伤 127人被疏散 游轮上的23人则未遇任何危险 2020年3月30号 委内瑞拉的纳伊瓜塔号 近海巡逻舰 在例行巡逻时 与悬挂葡萄牙国旗的克伦相撞 克伦未搭载乘客 受损不严重 但纳伊瓜塔号直接沉没了 为什么只要和商船相撞 受伤的总是军舰呢 分析人士认为 现代舰艇从作战性能出发 除了指挥中心 弹药舱油库等关键部位 做了复合装甲保护外 舰体其余部位 基本都放弃了装甲 用舍弃装甲 换取强悍的作战性能 反观货船 它们往往是大块头 其钢板厚度就超过了军舰 再看吨位 美军的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 都是伯克级驱逐舰 排水量在8000吨左右 而两艘商船的排水量 都达到3万吨左右 此次撞船的喀山人号 反潜舰满载排水量935吨 冰玫瑰号集装相船 则有12000多吨 它们相撞 无异于大人揍小孩 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导说 当地时间23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在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 接受了188架无人机和直升机装备 包括能够在作战行动中 对固定和移动目标 进行锁定的新型无人机 两栖直升机和可携带导弹的 武装直升机等 近来美伊在波斯湾的对峙升级 伊朗已多次警告美国 不要贸然挑衅 如果美国有任何侵略行动的发生 必将遭到伊朗方面的严厉反击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 苏兰 近日在澳大利亚圣诞岛 埃米·卢蒂克一家人 在享受露天烧烤时 突然被50多只巨型椰子蟹包围 螃蟹们似乎闻到烧烤香味 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急切地寻找机会享用人类美食 有些心急的螃蟹 甚至爬上饭桌和烧烤架 网友见状调侃道 天降美食 食材自己送上了门 不过这种椰子蟹虽然味道鲜美 在澳大利亚却属于保护动物 禁止食用 泰国帕窑两名少年 日前在骑摩托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不慎迎面撞上卡车 巨大的冲击力瞬间顶翻摩托 前座少年脸部撞向卡车 连人带车摔向路边 被紧急送医 后座少年则反应机敏 被惯性甩飞时 用手抓住卡车后保险杠 顺势转体180度后 翻滚进车厢 随后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日本日前推出一款世界上最小的 三接六面立体魔方 据ANN报道 小魔方由铝金属打造 编长仅9.9毫米 大小和一日圆的硬币相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只要够耐心 仍能操控 不过售价不菲 每个高达19.8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28万元 魔方又叫卢比克方块 1974年 由匈牙利卢比克 埃尔诺教授发明 多年来不断进化 衍生出各种形状 22号 俄达基斯坦共和国 发生一起越狱事件 六名危险罪犯 在当地二号严管 劳改营中失踪 随后巡逻队发现了一条长约50米 高0.6米 宽0.8米的隧道 坑道内照明通风设备齐全 入口在劳改营中的生产车间 出口距外围墙十多米 很难想象这是有几名罪犯 用勺子和叉子花一年时间挖掘的 目前罪犯仍在潜逃 当地以调集警力全面追捕 受梅雨和台风影响 韩国秋夕节菜价暴涨 韩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提供的数据显示 一颗白菜售价超过1.1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64元 同比去年翻了一倍 萝卜 绞瓜 洋葱 香葱等常用配菜的价格 同样涨幅明显 水果牛肉也不例外 专家认为 秋夕临近蔬菜需求量大 涨价可能性也越大 建议民众避开节前 一至二天消费 近日在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附近 探险家麦克和弗雷德 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冒险 当时他们乘坐探险船靠近冰山 随后穿戴好装备 开始攀登 刚爬没多久 冰山突然倾斜 他们似乎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以更快的速度往上爬 但为时已晚 冰山翻了个底朝天 把两人压入冰冷的海水中 所幸落水后 两人被掀起的海浪冲走 避免了悲剧发生 韩国统计厅23号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七月 韩国婚姻登记数 共计12.6367万对 同比减少9.3% 为1981年统计以来最低水平 随着结婚率的降低 出生率也越来越低 一至七月 韩国累计出生人口为16.573万人 同比减少9.8% 还没预测 如果剩下月份依然如此 韩国今年将出现史上首次 人口自然减少 好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栋梁